經濟要發展 環境要進去 拿著雙北市長參選人大頭照 呼籲關注南市溪上游飲水爭議 今年環保團體及烏來區族人得知 水利署有意從南市溪開挖隧道 飲水到石門水庫 解決北部用水資源分配問題 引起反彈 十七號環保團體及族人 來到立法院再次表達反對 因為從今年宣嵐若及梅花颱風 帶來的豐沛雨勢就可知道 南市溪上游就是一處 風險地 黃太華拿出過去水利署報告指出 當時南市溪上游飲水方案 被評出原水混濁度高 而且苦水期指引臺北地區居民 用水就已吃緊 當中破壞生態的疑慮 更引起環團質疑 案件留權的合法性 臺北市議會 新北市議會 你們知道這樣的計畫嗎 那這個部分民主程序的 完全的故意的欠缺 故意的不告知 其實是本案最大最嚴重的疑慮 既然先前水利署表示若選擇南市溪飲水方案 後續必會經過部落諮商程序 但德拉南部落會議主席一再強調堅守反對立場 這也是擔心幾百年族人守護的山林受到破壞 有些新聞RX許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